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Villson 在澳洲这儿找工 通常招聘广告会说 我想请全联、兼联、兼联、联联 或者是假执联联联 这三种合约有什么分别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全联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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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的工作 通常每个星期工作最多就是38小时 最多38小时是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我当年在UNSW工作 我在大学里领域讨二课 当年老板说 既然你在这里读书 就给你3个小时训练 所以当时每个星期 只是做35个小时 当你受聘时 实际上你要工作多少个小时呢? 通常这件事就会在合约里面写明 举个例子,可能医生有另一个安排 通常都会在合约里面写好 假设一位雇主需要辞退一位全职员 他需要给他一个通知期 通知期要多长呢? 就决定于两个因素 一就是说员工服务了雇主多久 第二就是他们的合约里面是怎样写的 那全职员是什么权利呢? 就是每一年 全部人都有4个星期的假期 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分 说是银行假期或者劳工假期 全部人都是4个星期假期 另外就说每工作每一年 就有10天的病假或者是护理假期 这个护理假期 Caring Leav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小孩病了 你需要请假去看他 那你这个假期就可以属于Caring Leave 里面的一种 另外就是你的假期是可以累积的 好了,当公司要裁员的时候 那个员工的补贴就会跟合同里面所写来决定的 好了,接下来就是说这个part-time staff 特别现在是COVID期间 很多公司都开工不足的 举个例子,一些旅游行业 平时要工作5天的人 可能现在就改为工作3天 当公司要员工是 如果是回3天工的话 公司要做就要跟他改合约了 所以part-time 的定义就是 他的工作是不会到达38个小时的 当他到达38个小时 他就已经要做full-time staff了 虽然说是part-time 但是这些part-time是有固定的工作时间的 举个例子,例如 甲就回1、3、5、月就回2、4、6 通常的上班时间在合约里固定了 他是part-time 的原因 纯粹就是公司生意未够 所以就是聘用半职的人 通常有任何改动都需要 以书面形式在合约里更改 通常的合同会签多久呢? 有两种 一种是long-term 即是一个 permanent的part-time staff 另外一种是有 导致3年、2年 这一切都会在修订的合约里面 是写明的 当要终止part-time staff的合同 他一样是要有通知期的 通知期 一样是受两件限制 第一就是staff 为雇主服务了多长 第二就是合同是怎样写 如果两者之间的差别 就以较大者为准确 至于part-time staff的权利又怎样呢? 其实他和这个全职员的分别不大 只不过因为他的工作时数少了 他就会是permanent的 缩小了他的权利 例如他的年假 如果全职员是四个礼拜 而你的工作时数 每周十九个小时 那你的年假就变成两个礼拜 每一年 你的病假 你的careing leave 长期服务假期 全部都是跟你的工作时间 在prorata的缩小 很多时候 那些part-time staff 公司会因为他的经济好 就可能会再和他修订的合约 变成全职员的 接下来就说 casual worker 很多时候 这些contract job 都会采用casual worker的形式 工作时间有多长呢? 很多时候 双方在合同里 大家定实 有些人会长一些 有些人会短一些 似乎那个工种 casual worker唯一没什么保障 就是他的termination 根据这个法例所说 只需要一个小时通知 就可以terminate 除非 两者之间的合约 是写了一个更长的通知期 那个合同的形式是怎样呢? 基本上他就没有了 这个 full time 或者part-time staff 那些 权利的 例如说他就没有了 一年四星期的假期 Sick leave 或者caring leave 通常 这些假期 其实就会在他的时薪里面 就已经是 津贴了下去 很多时候在澳洲这些地方 casual worker或者contract 他的那个时薪 是远远高过 full time staff 或者part time staff 因为他的保障少了 所以他的 时薪和日薪 就会相对上 高很多 compensate 接着这个casual worker 那些福利又怎样呢? 当然他们的时薪 就会比全职和兼职的员工 人工就会更加高 另外就是说 每一次有真实需要的时候 是可以有两天的无薪假期 或者说 无薪的compensation leave compensation leave 就是指红白义士的假期 那么无薪水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很多时候 公司肯放你 你不可以无缘无故抗工 另外就是每12个月 就给你拿5日的无薪水 family leave 或者domestic violence leave 好了 如果当初有任何东西 需要投诉 或者说要找人仲裁 澳洲管理这个地方 就叫做Fairware Oberstmann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走到这个网址里面慢慢看 好了,最后提一提 在澳洲做事的福利就叫做leave loading 那是什么加货呢? 通常你放假 你放了四个星期长假 你需要花钱的嘛 通常公司会 因为你放假 就会给你一个津贴 这个津贴就叫做leave loading 就是17.5% 究竟你的职业是否有leave loading呢? 通常大家在签订这个合约里面的时候 就会定名的 那这些东西我本身都不知道的 我只是说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 人工更高一点呢? 他就做了这个entry出来 有leave loading 所以大家看合约的时候 不妨仔细留心一下这一件事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希望这些资料能够帮助大家 好,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by bwd6